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以色列兩年內迎來第四次大選 內塔尼亞胡將派摩薩德 掌門人赴美會見拜登 以色列主動出擊 會否為伊核協議重啟帶來變數 半個多世紀以來 摩薩德秘密外交 對中東局勢影響幾何 作為全球疊海四強的頂尖情報組織 摩薩德曾創造無數疊海傳奇 揭秘摩薩德疊戰風雲往事 今日看世界 正當以色列人擔心 美國的拜登政府 重返伊核協議的緊要關頭 內塔尼亞胡馬上派出了 摩薩德掌門人科恩前往華盛頓 科恩也將成為第一個 會見美國新總統的以色列高官 《猶太法典》當中有一句話 據說是摩薩德的行動信條 如果有人要殺你 先下守衛牆 為了在拜登時代的 一以地緣博弈當中佔得先機 摩薩德再次主動地出擊了 以色列建國70多年時間裡 中東經歷了五次大戰 和不計其數的小規模衝突 屢屢擊敗了領土面積 和人口百倍於自己的中東各國 那除了美國支持 和其自身很高的戰鬥素養 軍事科技之外 摩薩德可以說起到了 很關鍵的作用 作為世界情報界的後起之秀 摩薩德以《人狠話不多》 出色戰績 和美國的中情局 英國軍情六處 蘇聯克格勃一道 被譽為是全球疊海四強 如同他給世人所留下的 傳奇故事一樣 每一出都是不加修飾的精彩大片 詮釋著扣人心弦的疊戰風雲 寶京二戰納粹殺戮的 猶太人堅守生存第一的信條 1948年以色列建國之時 四周強敵環伺 於是建立一個上天入地 無所不能的情報組織 被以色列認為是生存的需要 1951年 摩薩德應運而生 摩薩德的主要職責 是蒐集阿拉伯國家的 政治 軍事情報 掌握世界主要大國的軍政動向 竊取的情報 以軍事情報為主 政治情報為輔 軍事情報用以維持強大的武力 政治情報則用以輔助 以色列的外交決策 作為一個新興的情報機構 起初 摩薩德缺乏經驗和傳統 但他們敢於去摸索 和創造自己的風格 當特工們接受了任務 卻不知如何去完成時 他們會被告知 如果你被扔出了門 那就再從窗戶鑽進去 此後數十年 摩薩德以大膽 激進 詭秘 撐住於世 進行了多次讓世界震驚的行動 創造了世界諜報史上的傳奇 不過 作為西方世界 唯一公開實施政治暗殺的國家 他們辛辣 凶悍的作風 橫掃一切障礙地實施暗殺 破壞 綁架 也讓世人談摩色變 摩薩德其實可以算是 美國人的學生吧 但他是青出伊朗和聖雲蘭 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 美國人在培訓摩薩德的時候 可以講是親囊相受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猶太人 他這個憂患意識 讓他對這一塊力量高度重視 他的待遇也好 他的招聘也好 他的選拔也好 都是全世界最好的 而另外一個就是 這也跟摩薩德長期處於 這個世界情報戰爭 或者叫隱蔽戰協鬥爭 最激烈的戰場有關 他四面都是敵人 所以摩薩德常年禮戰帶練 所以拉出了一隻很不錯的隊伍 如果有人告訴你 蘇聯生產的米格戰機 曾經被人不知不覺地偷走了 而且還得手了兩次 你恐怕很難相信 但這正是摩薩德的傑作 作為一個濃縮而驚悍的情報機構 打不是摩薩德的長處 偷才是 甚至逐步還發展出了一套 造不如買 買不如偷的理念 1950年代 他首先偷到了 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 美國公佈之後震動全球 1960年代 摩薩德用美人計引誘 伊拉克的飛行員 將最先進的米格-21戰機 偷回了以色列 1967年 法國拒絕交運以色列 所訂購的五艘導彈艇 摩薩德再次出動 將五艘軍艦偷回了國 1968年 從瑞士成功偷走了 幻影五型戰機的設計圖 這樣就研發出了 以色列國產 英式戰機 除此之外 摩薩德特工還偷取過 約旦前國王的尿樣 以此來默信他的身體狀況 從伊拉克前總統 從薩達姆的眼皮底下 將50券價值連城的 猶太教真本古籍偷運回國 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的時候 摩薩德特工還闖進了 德黑蘭的一間倉庫 在成功關掉了警報器 打開兩扇門融化 並撬開了32個保險箱之後 趕在清晨伊朗門尉上早班之前 偷走了重達半噸的伊核檔案 摩薩德的神偷故事還有很多很多 有的真假難辨 據說摩薩德偷過美國前總統 克林頓和實習生萊文斯基 長達30個小時 情意綿綿的錄音 甚至還用這些錄音 要挾過克林頓 可謂比劇本還要精彩 深受好萊塢的青睞 摩薩德也成為了影視創作 豐富的素材庫 以色列摩薩德 一直以蓋世神偷的本事 駛逞江湖 其中最著名的大丹 就是偷飛機 上世紀60年代初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對抗嚴重 而伊拉克等國開始從蘇聯 獲得當時最先進的 米格-21戰鬥機 這使得一向依賴 空中優勢的以色列如梗在喉 摩薩德下達指令 偷飛機 伊拉克的飛行員 成了特工們的盯燒對象 很快 其中一位名叫 穆尼爾·雷德法的 伊拉克空軍軍官 進入了視線 摩薩德用金錢 測返了雷德法的家人後 雷德法依然猶豫不決 於是 摩薩德派出一位 名叫馬達哈利的美女特工 對其施以美人計 雷德法被迷得喪失心智 終於決定叛逃 雷德法駕著飛機 硬闖過約旦領空 降落到以色列機場時 有正好用光 至此 這部喜提米格大戲 才算正式殺青 1967年6月 6日戰爭爆發 阿拉伯國家慘敗 由於空軍機型戰術 早已被吃透 以色列人齊先一招 以損失46架戰機的代價 取得了摧毀 560架敵機的輝煌戰機 而這場勝利 從雷德法叛逃的那一刻起 就已經注定 除此之外 摩薩德還偷過導彈艇 而且是名副其實的空手套白狼 1965年 以色列向法國訂購了 12艘薩爾三型導彈艇 但在阿拉伯聯盟的壓力下 1969年1月 戴高勒政府宣佈 停止向以色列交船 此時還有5艘未交付 以色列人一方面提出索賠 讓法國人放鬆警惕 另一方面下令摩薩德 去把導彈艇偷回來 於是 摩薩德在巴拿馬 註冊了一家皮包公司 告訴法國人想買這些艇商用 以色列人就用法國付的違約金 交了買艇的定金 隨後 以色列海軍和摩薩德特工 潛入停靠被扣導彈艇的碼頭 就在1969年聖誕夜 法國人吃著大餐時 5艘導彈艇溜出船廠 駛向了夜色茫茫的大夕陽 新年之際 順利抵達以色列港口城市海法 摩薩德的確是能偷就偷 能搶就搶 什麼暗殺手段都不計後果 但實際上全世界的情報組織 都有類似的地方 因為隱蔽戰線 有隱蔽戰線的邏輯 像摩薩德這樣的情報組織 就是它相比於中國 美國 俄羅斯這樣的大國來講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它形式風格 往往更加肆無忌憚 因為大國有很多戰略利益 要考量 所以吃相很重要 有的事情不敢做 而以色列呢 長期處於敵國的包圍當中 時刻有亡國滅種的威脅 所以摩薩德呢 形式風格就是不擇手段 摩薩德最具代表性的行動 是獵殺 追捕前納粹官員們 其中 綁架又捕艾希曼 是得以制作 1960年 摩薩德特工 利用假護罩成功潛入阿根廷 並且將二戰之後 潛逃到那裡的納粹大屠殺 主要兇手艾希曼秘密逮捕 用麻藥放倒獵物 這只是第一步 接下來 還得設法把它弄回以色列 在機場 特工們謊稱 艾希曼因病昏迷 需要立即出國就醫 還提供偽造了全套的病例 大膽周密地安排 瞞過阿根廷海關 艾希曼被押解回耶路撒冷公審 經過兩年的審判之後 收集了99名大屠殺幸存者的證詞 艾希曼因爲15項反人類罪行 被以色列最高法言出於絞刑 摩薩德由此一戰成名 同樣是1960年代 間諜史上登峰造極的人物 科恩登場了 那時以色列剛剛建國 敘利亞是最大威脅 科恩在摩薩德的安排之下 以阿拉伯大亨的身份 潛入敘利亞 獲得了敘利亞極度的信任 差點還當上了國防部長 甚至被選定為敘利亞總統的接班人 當然也為以色列 竊取了大量的絕密情報 1967年 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六日戰爭當中 以色列軍隊就利用科恩所提供的情報 以極小的代價輕易奪取格蘭高地 科恩被摩薩德奉為 無可匹敵的情報專家 也成為了間諜機關教科書 中文字幕包含有關 你也選擇了 我會看著你 真的要是有군 你終於在這次行動 其實你能做出的事 是否又有本事 就是要做出的事 你喜歡做出的事 你算是否有些人 這次我看來 你不喜歡的事 我不會想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戈兰高地时 他拍摄大量照片 证实了续军在此设置了三道防线 而不是以色列军方预想的一道 他还不忘记热心地指出 当地气温高 阳光曝晒 应该种些树以便施兵成粮 叙利亚人不敢怠慢这位总统身边的红人 赶紧种上了树 于是 这些树成了以色列军队 确定叙利亚军事掩体位置的 重要参照物 1964年 阿拉伯国家计划采取工程措施 使约旦河改道 掐断以色列的供水 科恩将这一重要情报传回以色列 以空军当即派出战机轟炸了工地 使得这一计划流产 科恩的情报工作一路顺风顺水 但越来越多的巧合也让叙利亚开始怀疑 是否出了内轨 1965年1月 叙利亚政府从苏联获得无线电追踪器 开始寻找非法信号源 顺藤摸瓜抓住了 正在向以色列发报的科恩 科恩被捕后 以色列总理亲自呼吁国际社会营救他 欧洲多国律师愿意为他辩护 罗马教皇甚至苏联政府 都来为他说情 但均遭到了叙利亚拒绝 1965年5月12日凌晨 科恩被施以绞刑 他的传奇间谍生涯 也字字画上了句号 真正让穆萨德文明于世的 是慕尼黑惨案之后的天遣行动 1972年 德国慕尼黑奥运会期间 一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黑酒月成员趁夜钻入奥运村 造成11名以色列运动员 死亡的慕尼黑惨案 事件发生之后 以色列举国哀悼 总理没有夫人下令实施报复 行动代号上帝之怒 也叫天遣行动 开始在全球进行追杀 摩萨德缤纷多路 远赴法国 意大利 黎巴嫩塞普路斯 波兰 从1972到1981年 长达9年的时间 摩萨德使用了枪杀 毒杀 美人计 汽车炸弹 床铺炸弹 电话炸弹等等招数 终于把列入死亡名单的 11名恐怖分子全部处死 当然也伤及了无辜 摩萨德的复仇行动震撼世界 这次旷日持久的暗杀 后来被大导演斯皮尔伯格 拍成了电影《慕尼黑》 据统计以色列从立国以来 摩萨德总共进行过 2300多次的针对性暗杀 摩萨德的刺客天赋 让他们把暗杀 也发展成为了一门学问 令以色列越来越依赖于此 本事复杂的政治和战略问题 只要解决了某些人 一切仿佛就迎刃而解 善恶的界限 也在复仇之火的炙烤之下 渐渐模糊 1972年8月 第二十届奥运会 在西德慕尼黑举行 然而一场恐怖袭击 让那个年代最为盛大的奥运会 成为了人类奥运史上 最黑暗的记忆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的一年 从巴黎到巴格达 黑九月成员接连遭遇袭击身亡 1972年10月16日 位列名单第四位的 瓦埃勒·资怀伊特 在他位于罗马的公寓大厅 被摩萨德特工连射十四枪 倒在血魄之中 1972年12月初 摩萨德盯上了黑九月 在法国的头目哈姆沙里 摩萨德特工假扮成修理工 上门修理水管 在其电话座机上 安装了一枚微型炸弹 第二天 当电话再次响起 确定身份后炸弹引爆 哈姆沙里被炸成重伤 一个月后死亡 1973年1月24日 死亡名单排名第十的 克格勃联络官侯赛因·希尔 被摩萨德特工用八枚燃烧弹 炸死在酒店床上 4月6日 名单排位第五的 巴西尔·库拜西 在巴黎街头 被摩萨德当众处决 至此 黑九月 在地中海欧洲沿岸的 武器供应网络以支离破碎 备受鼓舞的摩萨德 立即着手开始制定一次 更大胆的行动 突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法塔赫 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总部 为了实施这次代号为 《青春之权》的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的精锐们 清朝出动 短短四分钟 死亡名单上的三个重要目标 被一举击毙 整个行动从开火 到撤离黎巴嫩 仅用时29分钟 当然摩萨德也曾失守过 1973年 在挪威猎杀一号人物 哈桑·塞拉麦时 错杀了一名服务生 五名摩萨德特工 被挪威当局逮捕判刑 在持续九年的 在千里追杀中 有四名摩萨德特工死亡 这个暗杀呢 它的确是件上不了排面的事情 尤其是以色列最近这里 能搞各种定点清除 从默奥医生来讲 它就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也的确让以色列因此生命狼藉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 以色列国家形象本来就不太好 它身在敌国氛围当中 它也不停地遭遇敌国的恐怖袭击 所以 饮牙还牙 饮眼还眼嘛 因为地下斗争有地下斗军的特点 如果地下斗争也是 这个理想主义啊 也是这样一种什么普世价值啊 那也就没有这个行业存在的必要了 我们老讲这个屠龙的勇士 一定会双手沾满鲜血吧 如果你要捍卫你的民族和国家 那么你要有勇气 让自己有时候承担一些历史的罪孽 这可能是所有情报机关 都难以避免的这样一种痛苦吧 以色列的复仇行动旷日持久 同时也激起了巴勒斯坦人 新一波更为激烈的报复 事实也证明 以暴制暴无法从根本上终止暴力 不仅如此 天谴行动对中东局势 乃至世界反恐形势影响深远 911事件发生前 小布什政府批评政治暗杀行为 但911后 美国人的态度也发生变化 美国中情局 很快列出一份暗杀名单 开始效法以色列 此后 美国在伊拉克 阿富汗等国家 进行了多起定点暗杀行动 标志着美国成为第二个 实施定点暗杀的西方国家 自称千战仅一败的摩萨德 近年来却失手颇多 摩萨德曾经制定过一份暗杀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计划 两度失手 他们还在模拟暗杀行动的时候 发射了真的导弹 令参演人员当场被炸死 1998年 摩萨德在瑞士的一所公寓 安装电话窃听装置的时候 被当场抓捕 特工遭到审判 1999年底 摩萨德特工制造 叙利亚备战的假情报 差点把以色列脱入 对叙利亚的战争 接连的失败和时代的变化 也让摩萨德失去了 冷战时期的光环 近年来 以色列人常常还被一幅醒目的 广告所吸引 就是在蓝天的背景之下 画由以色列的国灰 深蓝色大门敞开着 广告词是 摩萨德的大门正向你敞开 曾经风光一时的情报巨头 如今也面临声援匮乏的窘境 2016年 摩萨德还通过网络 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招聘 服过兵役的人 通晓波斯语 阿拉伯语的人 高科技专家 律师 心理学家 甚至木匠 都是他们招聘的范围 摩萨德前局长夏威特 曾经无奈地说 当今的年轻人 更重视个人价值的体现 这让摩萨德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 更为严峻的是 外界长期以来 对摩萨德的赞誉 助长了他的骄傲 昔日的辉煌能否延续 是个问题 本人也会想出身 更为 doctor 那边要做什么 那边要做什么 就这么注意 我会认为 我们先去体现 好 不会认为 再来 我会认为 我们先去体验 吧 就 基本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很多新人进来以后 他不管是在这个斗志上、立场上 还是在这个技术上都有退步 这个生于患患死于安乐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呢 最近这几年呢 这个特种作战呢 它处于这个快速进步的过程当中 所以它有很多磨合的问题 你包括它体系化作战能力啊 人机结合呀 人和高科技技术的这样一种 紧密配合程度啊 因为它处于一个动态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它没有形成那种成熟的这样一个行动能力 所以也会时常会有失守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摩萨特的对手也有很大的提高 它不像过去了 过去就是单方面的降维打击 今天很多阿拉伯国家 它的情报能力又有了很大的提升 尤其是随着这个信息科技的出现啊 这些国家治理社会的能力啊 统合社会的能力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说摩萨特使手也很正常 由希科恩2016年接任摩萨特剧长以来 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员扩招 主要集中在信息和网络的相关部门 在科恩看来 互联网时代没有必要再继续 向敌国大规模派遣特工 或者大规模策反敌方人员 例如在伊朗 一些官员就是在他们自己 不知道的情况下 成为了摩萨特的情报员 原因就是他们自己的电脑或手机 背叛了他们 2017年摩萨特还专设了一项基金 希望借助初创企业的力量 进行间谍技术研发 这项名为自由的基金 在机器人 信息加密 情报分析等领域寻求技术创新 并为每个被选中的项目 提供最高约合400万元人民币的 研发资金 总理内塔尼亚胡 当时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为确保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摩萨特将继续做到精确 勇敢并具有开拓精神 摩萨特身影时常出没于各个领域 这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 他们也没有缺席 在去年底 以色列国内的疫情形势很严峻的时候 当时中国的新冠疫苗研发 已经处于世界领跑的地位 这引起了摩萨特的关注 摩萨特随即从中国弄走了新开发的疫苗 供研究和学习之用 一个弄字让人遐想连篇 而以色列驻华使馆发言人的表态 也很耐人寻味 他说假设摩萨特对中国的疫苗感兴趣 应该被视作对中国科学家 和中国技术能力的极大赞赏 因为以色列人认为 只有最好和最受尊敬的进展 才会受到摩萨特的关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疫情爆发的初期 还把医疗设备采购的重任 交给了摩萨特 摩萨特也不负众望 随即检测试剂盒 摩萨特衣用口罩大量的防护服务 药品都源源不断地运回以色列 纽约时报的评论说 摩萨特简直是以色列 在这场新冠病毒战斗当中的 秘密武器 对于以色列官方来说 摩萨特不但能担当起偷窃 暗杀 窃听 渗透 这样的实际任务 总是处于战斗状态的摩萨特 也为国家换来了高质量的和平 使以色列在半个多世纪的 巴以阿以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 随着和平与发展 逐渐成为时代主题 因纷乱的中东局势 而名声大噪的摩萨特 如何处理好自己的地位与形象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适应新形势 摩萨特开始重新调整 在近年的国家安全与情报工作会议上 摩萨特确定了新的工作重点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承担特殊使命 打击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目标 保卫以色列国家的安全 尽管远离战争 摩萨特依旧是守卫以色列的 一把利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